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之前和大家看的新聞,香港在全球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第四名,僅次於新加坡和新加坡差一分, 所以特意在新加坡新聞找一找他們當地對排名有什麼看法呢? 新加坡是否真的可以超越香港成為亞洲中心呢? 我們看看新聞報道如何說。 新聞報道說到,新加坡在全球金融經濟舞台上崛起,備受觸目。 近年來,新加坡金融中心排名也穩步上升,成為世界金融業的重要角色之一。 根據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紐約連續六年蟬聯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榜首, 而新加坡穩坐第三,緊隨英國倫敦之後。 而紐約原來就在2018年超越倫敦,成為全球最頂尖的金融中心。 這個變化發生在英國市民投票決定脫歐兩年之後,顯示了金融市場的動態調整, 還有新興金融中心的崛起趨勢。 而報告顯示,香港排第三,美國舊金山排第五。 這份報告是根據金融專業人士和國際機構的數據, 對全球一百二十一個金融中心去進行排名。 如果照這樣看,其實香港的排名都不低,能夠在一百二十一個入面排到第四, 而且它和新加坡只差一分。 如果香港能夠努力少少, 或大市好些多些IPO的話, 可能香港是能夠重奪世界第三。 不過,你說第三之後, 要再更進一步去到第二, 機會率比較低, 因為前面始終是英國、美國這些傳統的金融強國。 講返新加坡, 新加坡現在的金融發展可以講得上幾蓬勃。 它現在的排名穩步上升, 是反映了新加坡在全球金融領域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而且它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穩定和創新的經濟體。 新加坡擁有一個強大的金融基礎、設施和監管體系, 吸引到大量國際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的注意。 其實有很多股票都有在新加坡做上市的, 但始終新加坡的成交量和交易不夠香港多, 這一點可能需要時間才能夠改變。 因為你說要那些人去新加坡投資是需要時間給他們習慣。 他們自己新加坡的報紙就講到, 新加坡的成功不單止得益於它優越地理位置和政治穩定, 更得益於它對金融科技和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探索和投資。 新加坡現在是致力打造一個創新驅動的金融生態系統, 為金融科技企業提供支持和便利, 亦都推動金融科技在新加坡的迅速發展。 而新加坡在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亦都不斷上升。 它在全球舞台上影響力亦都有進一步增強, 亦都吸引到國際資本、人才的追跡之不, 吸引了好多大陸的資金。 這一點我想大家都明白的了, 不用講到那麼清楚,大家心裡有數就行了。 他們總結了幾個點, 就說新加坡有這類優勢能夠令到它排名不斷上升。 第一點就是政治和經濟穩定性。 新加坡的政治環境穩定、法治健全、 對商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大, 政府採取了積極的經濟政策, 去鼓勵投資和創新, 亦都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 為金融業提供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 第二,就是說它地理位置優越, 作為亞洲地區的戰略性地理位置, 新加坡是連接到東西方的貿易和金融網路, 是重要的國際航運和商業中心。 它的地理位置令到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機構 和企業進入亞太市場的理想門戶。 咦?這一點好像似曾相識,大家覺不覺? 優越地理位置,其實這一點香港都有, 只不過現在新加坡就過來跟它爭飯吃了。 而且香港方面, 它這個優越地理位置是受到中美競爭影響。 因爲地緣政治的問題, 令到香港這一個優越地理位置, 慢慢慢慢是優勢降低, 然後很多公司為了規避風險, 規避中美貿易戰的風險, 或者互相制裁的風險, 就轉移去新加坡, 因爲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 和香港不同, 香港是一個特區, 變成特區的話, 它看成你和中國一樣, 在中美競爭之下, 香港其實是幾辛苦的。 繼續講到下去, 就是強大的金融基礎設施, 他說卡通加坡擁有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 和高效的金融市場, 包括成熟的銀行業、證券市場、 保險業、資本市場, 它金融機構和市場運作規範、 金融服務水平高是吸引到, 大量的國際資本和企業, 那不用講啦, 這部分香港都一樣是有的。 另外就是創新和科技驅動, 他說新加坡是有致力去打造一個 創新驅動的金融生態系統, 去積極推動金融科技, 和數字化轉型, 而政府和金融機構亦都有加大 對金融科技企業的支持, 支持和投資, 推動了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 接下來這一點就是開放和國際化, 新加坡一直都保持著開放的態度, 吸引了大量國際金融機構和人才, 它所開放的金融市場和國際化的金融體系, 吸引了全球投資者和企業在這裏設立總部和分支機構, 增強了金融中心的國際影響力, 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排名不斷上升, 得益於它的政治和經濟穩定性, 還有就是優越地理位置, 強大的金融基礎設施, 創生科技驅動, 開放和國際化的特地。 其實這裏可以講多少少的, 新加坡它是除了引入人才之外, 它自己是有一些計劃去五年一個項目去培訓相關的人才, 我沒記錯的話, 新加坡由上一代開始已經是五年五年一個計劃培養金融人才, 它們是有這樣做的, 人才需要引入本地的人才亦都要培訓, 它們是兩邊一齊行。 而且它亦提到, 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作為金融中心, 新加坡金融業的發展是為國家帶來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和豐富的就業機會, 而金融服務業是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 對國內的生產總值和就業的貢獻非常之大。 接下來的幾點, 就是國際影響力、 聲譽、 吸引人才資本、 金融科技和數字發展、 金融市場發展和多樣性, 其實這幾樣東西, 全部都是香港一直以來所有的優勢, 變成其實新加坡和香港是兩個很相似的地方。 現在在金融業上叮噹碼頭, 新加坡唯一輸給香港的, 其實就是背靠大陸這件事。 香港始終與大陸隔過關不用坐飛機的, 變成很多東西大陸能夠直接有政策或者很多優惠給香港, 而新加坡就沒有這一點。 但反過來, 新加坡也有個優勢, 新加坡的優勢就是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 與香港特區不同。 香港特區很多的政策可能是與國家方面做配合, 但新加坡想了怎樣做就可以怎樣做。 這兩個是各有不同的點。 現在來講, 其實新加坡最主要就變成一個被人資金避難的窗戶。 這件事在中美競爭之下, 其實是不可逆的。 你那些過去立分部的公司, 或者是美國要求不能夠在香港與中國有公司, 要用新加坡公司對接的, 這件事是死靜來的, 無得變。 所以流失了的市場份額在中美競爭底下, 你是好難可以拿得回來。 現在唯有希望遲些, 經濟好些, 恆子好些, 多些IPO, 香港的排名就可能可以爭一爭第三。 不過如果你這樣來看, 第三、第四之間應該都是香港和新加坡在爭的。 如果香港連第四都保不住, 這樣才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你說現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評分只是爭一分, 其實我們是可以看成它兩個是並列第三。 當然啦, 始終爭一分, 就是爭一分, 這一樣東西都無辦法的。 好了, 這個就是新加坡當地的媒體, 就怎看這一件世界金融中心排名排第三的一個看法。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